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论语密码 我们继续讲 周游列国十四年 今天是第五十六回 六十四岁 陈蔡绝良 咱们上回讲了 是吧 孔子六十三岁 被陈国赶走 结束了三年事成 六十四岁 孔子又厚着脸皮 回到陈国 据说是去讲学 这不是孔子不要脸 这是子贡有任务 但是显然 子贡的努力没有成功 后来都说 是孔子又要去楚国 从陈国再去楚国 其实怎么看 也不像是孔子要去 你细想 孔子那时候跟着子贡才对 是子贡现在要去 陈国 要去楚国联络 为什么呢 要改变陈国 要让陈国加入 对吴国作战的联盟 陈国现在 你咋说也没用 他的态度 不是他自己要怎样 取决于当时的实力对比 陈国的态度 他是亲吴还是抗吴 取决于楚国 要是楚国现在跟吴国叫板 楚国的腰能硬起来 那陈国就会反对吴国 要是楚国就这么蔫了 怂了 陈国就会倒向吴国 是吧 子贡说啥也没用 所以子贡现在 要改变陈国 就要去楚国 子贡是先到了陈国 然后从陈国去楚国 但是他的这个 去楚国的计划 显然是泄露 所以陈国亲吴的这些人 就要阻挠孔子一行去 去楚国 这才有孔子一行 是吧 被困在陈蔡 故事都是这么讲的是吧 就是孔子周游列国 要从陈国去楚国 要去应聘 从陈国去楚国 这就要经过陈蔡这个地方 如果是吧 结果呢 结果在陈蔡被不明身份的 士族武装包围 这是孔子这辈子最危险的一次 据说啊 后来应该是吕氏春秋 把这一段说的神无其成的 那他说孔子在这个阶段呢 被围困四十九天 绝粮七日 差点就不明不白的死在陈蔡 而且显然策划这件事的人 是准备把整个孔子这个团队团灭 一个都不放他们走 谁干的 其实跟大家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以后大家看书 当时啊 一直到战国那会儿留下来的故事 就有三个版本 一个是说 这是陈国贵族干的 就陈国贵族假冒强盗围困孔子 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杀了孔子 他们呢 恐怕不是不想 而是没杀了 就是说陈蔡这个地方 陈国的力量并不是很强 他们派不出很多的人 而孔子身边呢 孔子身边现在学生比较多 就是孔子学生里有几个是比较能打的 咱们现在说武林高手 是吧 孔子手下是不缺少武林高手的 而且而且子贡是富商 是吧 他有自己卫队的 也是有备而来 所以当时 吴国的这个假 陈国假扮的这个强盗 虽然人多势众 但是可能呢 也只能把孔子他们围住 孔子一行呢 应该也是在平显聚首 所以坚持了49天 第二种说法呢 是是陈蔡这个地方的地方武装 地主武装 是吧 他们原来是蔡国人 现在呢 现在让让陈国搞得国破家亡 是吧 陈国坑了蔡国呀 他们现在算是国破家亡 所以他们对陈国不满 对当初主导这个阴谋的孔子不满 可是他们力量有限 虽然人多 但是战斗力不强 所以他们只能 只能凭借有利地形 困住孔子 无力消灭他们 第三个说法 就是根本就不是谁要害孔子 这是天灾 是吧 就是孔子遇到了自然灾害 暴雨导致淮河水灾 交通断绝 孔子他们虽然带着粮食 但是吃完了 这样就是孔子被困49天这个说法 你说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真的 我不知道 是吧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很多春秋的事情 细追究起来 我们都不知道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论语当中有这么一段 是吧 子贡出去找了一点粮食拿回来 粮食不多 后来呢 看 而且这个粮食你想吧 是吧 不管是哪种原因得来不易 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决定 子贡冲出去 找人来救援 所以你想 这个粮食肯定是 搞来这点粮食肯定是定量供应的 就是每人一天吃一点 喝点粥 是吧 不能不能吃饱 饿不死就得了 大家呢 于是都觉得这个 盐回是个君子 就让盐回管做饭分饭这件事 就把这个活交给了盐回 子贡呢 突然就来找到老师 说老师 我很很不放心 子贡问孔子呢 说君子在逆境当中会改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看见盐回这个君子啊 他一边做饭 一边在偷吃 孔子听完就笑了 跟子贡说 说我告诉你啊 这君子是不变的 不信我们叫盐回来问问 这件事虽然你是眼见为实 但我跟你说 他必定有你不知道的原因 孔子就这么武断 直接就说 盐回是君子 你看到盐回偷吃有原因 只是你不知道吧 孔子你看怎么问这件事 是吧 孔子把盐回叫来 是吧 孔子叫来盐回 不是指责盐回 你怎么偷吃啊 是吧 你说说你为什么 不是这样 更不能让让子贡和盐回对质 是吧 那样的话 这俩人以后就就怎么相处啊 是吧 不是 孔子是跟盐回说 说这个饭呢 我们得来不易 这是老天所赐 我们应该呢 应该 天赐的饭 我们就应该先祭祀 所以做好了这第一碗饭啊 咱们谁也不能吃 我们要把这第一碗饭敬神 你看技巧 是吧 盐回就说 下次吧 你为什么刚才做饭的时候啊 这个锅不干净 也可能是屋顶上有灰掉进了锅里 锅里是吧 所以这饭有一点弄脏了 我就给吃了 孔子说那就算了 这件事就 盐回就走了 等盐回走了 这子贡就已经明白了 是吧 他误会盐回了 因为有一点饭脏了 盐回虽然自己管做饭这个事 他鼓里祸了祸了 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可是他没有把这个饭分给别人 而是自己把弄脏了的饭吃了 就说盐回还是君子 是吧 他把好东西留给了别人 而把坏的东西留给了自己 等盐回走了 孔子就跟子宫说 说你看吧 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是吧 有句话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其实做人最主要的是什么 是信任 你要相信别人 信任别人 好多人愿意说思辨 思辨的前提是什么 是主见 识人 识人的前提是信任 要不就成了诡辩了 就是两可之学了 是在两可 但我跟你说 不变的是君子 孔子看人就是这样 第一叫做人性本善 第二叫将心比心 你相信人性本善 才能将心比心 就是坏人一定有做坏事的不得已 是吧 你不能理解的丑恶 一定有你没看到的苦衷 你看孔子相信盐回是个君子 这一点不变 然后去理解盐回的行为 不轻易下结论 说你怎么变坏了 或者说轻易的相信你变好了 这是孔子教育子宫那句话的本意 子宫跟孔子说的其实也不是坏心 是吧 而是处在危险的时候 子宫这个人的特点 子宫是个商人 商人看到更多的是 人性最丑陋 最贪婪的那一面 不然怎么赚钱 商人不是坏人 但是商人就是吃贪婪这碗饭的 其实呢 他是在提醒老师 知人知面不知心 是吧 您现在处境危险 我马上要离开您去 去楚国求救 您可得留个心眼 但是眼看着 颜徽 是吧 这个君子不敢出心 是吧 子路对老师忠心耿耿 这些孔子教出来的学生 各个都是君子 子宫就放心了 子宫就走了 子宫冲出重围 去去楚国求救 然后搬来的楚国救兵 解救了陈采之位 这个时期的孔子 一方面你看他的坚定 另外一方面 你看孔子的灵活 孔子不是能掐会算 但是料事如神 孔子看人非常准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准 这是思辨 思辨的前提 你记得 是主心股 社会很复杂 所以经常多一个心眼 没坏处 是吧 不然要吃亏 但是子宫举报言回的事 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人有本性 孔子说的 一个人啊 你他的表现 会随着环境 让你看起来不同 但是其实他的本性不变 人的性格中有不变的因素 这就是本性 孔子没有说过 人之初性本善 但是孔子相信 善良是言回的本性 所以无论言回做什么 孔子都知道 一定有原因 无条件的相信人性本善 那可能 那叫幼稚 是吧 很多恶意常常被包装成善意 越是恶意 越是包装成善意 忽悠你 这样才能忽悠你 是吧 越是强调 无条件的强调 人性本善 是吧 就会让我们疏于 对这种恶意的防范 可是反之 你过于强调 人性本善 你就会陷入 另外一种极端 你能感受到 孔子 跟子宫说 看一个人 是很难的 那一刻 这个世界 充满的那种温暖 得不孤 你自己努力去做一个君子 你就会与君子为伍 又怎么会孤单呢 天涯若比林 处处都是有缘人 有缘千里来相会 这个世界不缺少君子 缺少的 是相信存在君子的心 我们被这个社会伤得太深 有些时候 是不是也不相信人性 做君子 其实就从 相信别人的善良开始 相信了别人的善良 你就能够理解 别人的苦衷 好多事就是这样 无所谓善恶 甚至无所谓真相 他就是一个 你看待的角度 你的态度 谁知道 颜回是不是偷吃了 是不是 他吃了 这是事实 至于为什么 那完全是你怎么想 你是不是相信 颜回的善良 颜回 是不是相信 颜回是君子 你相信 颜回是君子 你就会看到 更多的答案 你不相信 你的认知 就会止于偏见 其实 你不管你怎么看 也改变不了 犯少了这个事实 所不同的 是你吃你那碗饭 饭时候的心情 你要是认为 颜回偷吃了 你吃你那碗饭的时候 你心里会很别扭 我相信 子贡 在听孔子 说完以后 那碗饭吃的 一定特别熟悉 楚国最终 解救了孔子 子贡 搬来了救病 但愿啊 但愿我觉得 随着 随着孔子走出 晨菜 我们的心 也能走出 那个泥潭 人生 其实横看成岭 侧城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你站的高度 决定了你的世界观 是吧 人为什么要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 才知道世界很大 才知道人性本善 你就不会狭隘 行万里路 你才知道天高地厚 你才知道哪儿 是人生的高处 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 人生因此 不会苟且 不会沉沦 世界不缺少美丽 缺少发现 世界也不缺少善良 缺少信任 越是身处黑暗 越要看向光明 如果一定要给 言辉一个解释 我愿意相信 孔子说的对 言辉是君子 君子不改初心 我真的没有根据 只是因为那样 我的人生 才会充满阳光 做君子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为了自己心里 那份快乐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